今天新聞世界通 要帶大家來看這尊全世界最新的路線 美國的流行天氣泰勒斯 這位劉加州過去一年 在全世界開孫火的煙燻火 是帶動大規模的泰勒斯上級 這兩禮拜 煙燻火是扮在新加坡 根據CNN的報道 六點煙燻火就剩三十萬人去看 其中有七星是全天 坐飛機去新加坡的海外觀眾 所以說這陸境的航班 就增加一百八十六趴 飯店的頂望兩月換五倍 為人新加坡是帶來三點七億美金 購代表一百十七億的觀光消費 為了挑戰我們觀光宅 新加坡政府是共產生意 競出泰勒斯 跟他們那裡訂做 當年愛的唯一一戰 不過這算也讓府警員再加進步碼 美國流行音樂界的天后 恰到Sweet 泰勒斯 可以說是現在全世界最紅 人最多穿的路過手 以為二空二三年三月開始 在全世界古板四代順回 煙燻火 Fans為了參加煙燻火 買問票 買關風的商品 大飯店跟吃食 更方便的開銷 根據通計 每個人平均要開代票四萬塊 所以泰勒斯 只要是在美國古板的五十三 店鑊燻火 就創造五十七億美金 總共一千八百億代票的經濟效益 比轉給五十八國家的GDP加起來 更加多 泰勒斯的時代順回演唱會 而這位部分 只算在日本跟新加坡兩個國家基盤 新加坡為三月日和 到三月九號 總共辦特典 三十萬張問票 一開始就馬上給瓜爺唱了 因為是全東南 為一個可以看到泰勒斯 燻唱會的地方 包括泰國 馬來西亞 福利兵一年的很多瓜爺 都總拚來新加坡 像這個福利兵的軟體工程師 就要最貴的 一張要七百四十四塊美金 差不多代表兩萬三千 幾塊的VIP問票 接著來的朋友 到定為福利兵來新加坡 看泰勒斯的燻唱會 我認為這是我最大的 我給演唱會 我沒有在演唱會 我沒有在演唱會 大約六十四塊 或者其他人的 我只是在演唱會 主席上泰國總理莎塔 丁戈維亞康說 新加坡政府保守泰勒斯 每一張燻唱會 兩百萬至三百萬美金 只能進出到他 去新加坡辦燻唱會 雖然新加坡政府 有出來規復說 保守的經驗沒有向二歲 不說為了要唱到 泰勒斯的獨家表演 新加坡政府這次 卡卡士士有下檔本 提供保守 對新加坡政府來說 這些錢絕對花了有價值 因為根據賓國 泰勒斯在新加坡的演唱會 有七聲的觀眾都是由其他國家來的 可以由新加坡帶來五億新加坡白 差不多代表一百十七億的觀光收入 有專家分析 其實共有錢提供保守 並不是泰勒斯會選擇新加坡的主要原因 新加坡的交通方便 既然有從這時間來大量疫苗的入獄 有很好的應勉能力 而且古板演唱會的專屬設備水準有夠完 更加上泰勒斯的歌賣的大部分是流行 新加坡的提案很好 這的優點加到作為 應該才是新加坡 可以贏過吉他 當男的國家 唱到泰勒斯獨家表演的原因 新加坡自COVID-19疫情過之後 就打拚邀請很多國際機會 跟團跟歌聲 跟新加坡表演 這次泰勒斯選擇在新加坡 古板演唱會 除了創作經濟的效益以外 對新加坡 正要變成阿酒五六中心的目標 又比較有非常大的加坡的作用 記者甘願的